因為民眾檢舉在埔里鎮艾村角底下有露天燃燒垃圾的情況 為了方便管理第三河川局將河床變道閘門上鎖 而在變道上鎖之後 有許多農民工作非常的不方便 在居民的陳情之下 縣議員陳怡君、葉恩創邀請到第三河川局、環保局等相關單位到現場了解情況 縣議員葉恩創邀表示 因為露天燃燒的情況 導致三河局遭環保局開罰 為了方便管理 三河局也將變道上鎖 此次透過協調 三河局也願意將閘門藏開 但回歸根本的問題 也希望民眾不要隨意在河床丟棄燃燒垃圾 並且希望鄰近里民能夠共同來守護 讓丟棄垃圾以及路線燃燒的問題不再發生 那今天由陳怡君議員來召集 阿創邀也來這邊來跟大家三個方面 三個單位、四個單位來協助 看如何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那其實結局算是相當的圓滿 那我要在這邊再次呼籲我們鋪裡的居民們 那我還是一樣的陳述 那個環境是大家的 不管是垃圾或是燃燒或是建築廢棄物 千萬不要亂人 為了我們下一個世代的小朋友著想 縣議員陳怡君除了呼籲民眾要共同愛護環境之外 也希望環保局能夠在艾村橋架設鎮豔摄影機 來嚇阻民眾到艾村橋底下燃燒垃圾的情況 那這邊呢我也要拜託我們的南投縣的環保局 就我知道我們有這個煙霧偵測器 是不是說今年度在要在新裝設的時候 我們也考慮在這個地方設一個這個煙霧偵測器 那防止這種大片的這個雜草引起的這個大火 那才能夠確保我們村民這邊的一個安全 副委員長潘一泉表示 環境的清潔需要大家共同來守護 也呼籲民眾不要隨意丟棄垃圾 並且也不要將垃圾來燃燒 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我們的生活環境能夠變得更美好 記者陳偉一 埔理採訪報導